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姐姐 我今天来到了台湾的南投湖里的一个乡下地方 我突然惊奇的发现 这个河道里淡水鱼泛滥 太多鱼了 好吧 我就沿路拍一下鱼到底有多少 给你们看一下 哇 那条鱼好大哦 悠闲的游着 太多鱼了 真的鱼泛滥 太好了 哇 这条鱼好大 这太悠闲了吧 好多鱼 一群群的 看不清楚而已 太多鱼了 全部是鱼 那黑的全部是鱼 真的好多 你看那些都是鱼 你应该讲国语 我听不懂 这个罩都大吗 你看 罩都大 你看我这里 是不是 黑黑的 黑的都是鱼 黑的都是鱼 太多了 随便一网子就很多了 之前更多 之前更多啊 有的很大 有的很大 哪里哪里 一堆哦 我的天哪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只啊 哦 真的太多了 看太多了 我都到鱼去抓了 哪里哪里 看不看 我看 一网 一下子就一网 那这个鱼可以吃吗 大概这个鱼可以吃吗 是可以 你不敢吃 市区里面下来的水都都 我没有钓竿都可以钓鱼啊 光有一根线 哦 钓起来了 不是钓的 有射的啊 有射的啊 是啊 你们那么强啊 是啊 哦 我就是看到不是钓的 射的了 哦 太强了 你怎么射的 用这个射的啊 用那种枪哦 可以用这个 这是什么 买得到吗 这个是韩国的 韩国买的 是 进口的 哦 哇 太厉害了 那还是要你枪法准啊 是吧 你枪法不准也是打不到啊 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哦 我拍一下哈 哦 没关系 哦 天呐 哦 但是它会痛哈 哦 这样就可以打到鱼哦 韩国买的 那我待会能拍到你们把它打上去就好了 哦 我听说是长蓝的 哦 怎么剩啊 哎呦 好痛哦 很剩啊 我以前也是 我以前用了 哇 我的天呐 这么多 很多啊 太多了吧 啊 这都是你们打的啊 是啊 哎 你看你要开始打了对吗 是啊 你要开始打了哈 是啊 我来 让他留意啊 好 我看我能不能拍到你刚好打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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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竹然后过来玩的 我是新竹然后过来玩的 你们是越南的啊 你们是越南的啊 哦 你是越南过来工作的对吗 哦 你是越南过来工作的对吗 哦 你们假日没没事情做 然后就跑到这边来打鱼哦 这个叫打鱼吗 叫舍鱼啊 哇 马上开始了 天呐 有很多呢 鱼 鱼太多了 其实 有吗 没有啊 没有射到 他他他他刚才没有射到 您是越南的哈 哦 那你们过来的话 今年也没办法回去 是啊 是啊 疫情啊 我们我们在等 没关系寄钱回去就好了 不是 我们有去这个 有我们有去移民署那里嘛 哦 又去移民署那边 还先好了 现在等而已 哦 那时候他们叫我们买票啊 现在不能买票 现在不能买票 对对对对 因为疫情的原因了 你回去要隔离啊 是啊 回来又要隔离 你何必呢 21天呢 对啊 21天真的是很浪费时间的 而且你回去也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啊 对 要隔离啊 现在到处都一样 对啊 你们越南那边也是很美哦 我在电视上常常看到 好 看这一次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不过你们已经很强了 我看打那么多鱼 刚才那一条好大 嗯 这里每天有人来射 每天有人来射 嗯 傍晚了到5点5点多 嗯 那么下班了 下班了 下班再来 这里下班再来 也是可以啊 哎 你们签约过来的哈 嗯 没有现在我们是偷跑的 偷跑的 是 偷跑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 以前是有中介 在我们过来这里啊 中介 中介 中介都戳得很凶 是是是 现在我们没有中介的 没有中介了 是 那就赚的比较多啊 对 比较划算啊 这样比较好 那这样他们政府会不会 不会管你们 他们会管 哎呀 你看我没拍到又射到了 有吗 没有 跑掉了 又有射到 但是跑掉了 那但是现在的话 你们随便工作也有好几万啊 三万多四万而已 哇很多了 很多了 四万多也很多了 这样就很多了 多工作几年再回去就好了 现在我们想回去了 想回去了 钱赚够了对吗 我在来这里五年了 你来五年了 哇你存了不少钱了 现在很想回去 回去结婚生小孩 你有结婚了 看你那么年轻 结婚很久了 32岁了 你32了 我看不出来 看起来20几岁 看起来20几岁 真的啊 好 谢谢 不过你们讲国语讲得很好 一点点 一点点 可以了 你们讲国语是过来再学的吗 看你很像越南的 我像越南的 当然了越南出美女啊 哈哈哈哈 看我今天就是 好 哦 怎么 没出去 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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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受了 哦 那怎么办 另外一条 另外还有一条 好换一条 打鱼 我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贵不贵啊 韩国买回来 不知道它的 哦 还有这种东西 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哇用射的 另外一条哈 断掉了 这条河道的鱼真多啊 刚才碰到了越南小哥 他们的生存能力真的太强了 就这样用一个工具就可以把鱼不用钓就可以拉上来了 哦 太强了 但是在台湾哈很少人去吃这个淡水鱼啊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觉得淡水鱼没有海鲜那么干净吧 所以说这个淡水鱼泛难 但是就算是泛难也不能用网子网 只能用钓的 像刚才那个越南小哥跟我讲 他说 其实那样他们这样就是这样打鱼是犯法的 因为觉得有点攻击性有点残忍 他说 就是说警察如果看到的话 他们也会罚钱 罚三千块 看这些都是在这边玩的钓鱼的 可能也是越南的或者是外籍的 他这个是钓吧 他这个算钓了 这个算钓鱼 真的台湾真的这个鱼真的泛难 尤其是那个无国鱼啊 我们叫 我们那边叫罗飞鱼啊 完全是泛难 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那个鱼 简直是一群一群一堆一堆的 看到没有只要是黑色的 这还拍不出来呢 黑色那里一点点的 那不是鱼啊 真的泛难啊 今天关于台湾野生鱼泛难的影片 就介绍到这里 朋友们拜拜喽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